今天和荷兰哥来到了全荷兰最正宗的川菜馆 一起来看看我们都点了啥 麻辣香锅 酸菜 鱼 黑椒 牛柳 最后还点了一个蒜蓉大龙虾 一起来看看荷兰哥第一次吃带鱼刺的鱼啥反应吧 今天是我生日 这个川菜馆有半价的优惠 所以我们就来这排队了 不得不感慨 在荷兰的中餐馆生意真的好呀 点的第一道菜黑椒牛柳上来了 最底下还铺着鹅软石 这一阵操作是相当的正宗了 把荷兰哥看得目瞪口呆 第二道菜酸菜鱼 也是这家店的拿手菜 用的是带刺的鱼鱼 这是荷兰哥第一次吃酸菜鱼 也是第一次吃带鱼刺的鱼 看看它习不习惯 刚尝了第一口 荷兰哥就连连点头 他说非常棒 第二道菜麻辣香锅是荷兰哥自己点的 香锅已经上来了 荷兰哥还舍不得放下酸菜鱼 刚才尝了一口香锅太辣了 我们给服务员反应可不可以回锅再调整一下不那么辣 结果酒店直接把这道菜给我们退了 这服务简直太到家了 麻辣香锅退了 荷兰哥接着吃他最爱的酸菜鱼 这是鱼尾刺最多的地方 看荷兰哥会不会吐刺 吐刺满分 最后又点了一个重磅的蒜蓉大龙虾 算是给我过生日压咒出场 荷兰哥也在这激动的赶紧拍照 发给他的朋友 也看荷兰靠海 但是荷兰的海鲜种类真的没有中国丰富 我在荷兰的超市几乎没有见到卖龙虾的 荷兰哥说这大龙虾虽然看着惊艳 但是味道没有酸菜鱼美味 今天的酸菜鱼是他心中排行第一位 吃完了饭我们就准备坐地铁回旅馆了 明天要开车去比利时 今天这顿饭呢原价100欧 因为我过生日可以打五折 所以最后就是50欧 和人民币350吧 真的很实惠了 别忘了看下期我们在比利时旅游